大家好,今天又和大家看新樓了 今次我們就參觀Taylor Rimpel的Stanbury View 這個項目呢,都是近住雷丁那邊的 大家看到這間屋就是我們今天參觀的單位 它和之前我們看的單位少少不同 就是我們之前看的示範單位都裝修得很漂亮 今次直接看現樓了 因為你買的話就直接是買這間屋的 所以可以看看它實際的情況 講回今次的發展商Taylor Rimpel 根據路透社2020年這篇報道 它就是英國第三大的Home Builder 有網民就說它是英國的長實 其實我們之前都參觀過它一個示範單位 有興趣大家可以看左上角這條影片 我們一起上官網看看樓盤的資料 首先這個位置就在RG7那裡 距離 Reading Station 它的市中心那邊 大概用Google去檢查一下要15分鐘車程 說近又不算很近 但是它有個好處的就是它近著M4的Motorway 所以上公路都比較快 現在我們看這個Sight Plan 就看到整個發展項目是怎樣的了 它就分了上面和下面兩部分 中間就有個很大的公園去連接住 中間還有一個小池塘 那看回其實按照數字號 它就應該有52間屋的 那發展規模就不算是很大 而我們現在看的就是上半部 紅色圈圈圈圈住 紫色那個就是Sales Office 對面3號屋就是我們今天看的那間現樓了 入屋前呢 同大家一齊看一下Floorplan先 這間呢是一間兩層高三房的獨立屋 那一進去門口呢 左手邊就是一個客廁 那前面有個很闊落的圓桿位 那就收買了樓梯和一個Storage的空間 那樓梯走前一點 左手邊有道門就進去廚房那裏 那廚房連買個飯廳 還有一個多用逃房的 用來放小耳機和乾衣衣 那裏就有個後門可以通回去的後花園那裏 那裏另外 右手邊就是客廳 那客廳那裏就是正式通往花園的門口的位置 樓下這一層呢 廚房和客廳分開左右邊呢 都是一個很正常獨立屋的布局來的 好,我們入屋看看 已經入到屋裏面了 大家看看這個圓桿位是否很大 現在我們首先看一下左手邊的廁所位 這個客廳來說呢 其實我覺得佔用的空間會比較大 其實可以小一點 那再建築一點的房子 那另外這道門呢 其實是收了一個電箱很少的位置來的 那都收了得挺漂亮的 再走進來這間呢 就是它的客廳了 客廳呢 就大約有六米乘三米半 那右手邊這隻窗還在整 那膠樓的時候當然就會整好 現在呢 我們看到這間屋呢 未有傢俬的 那所以看下去呢 就很闊落 那就真的可以 就是看回實際的情況啦 你看到沒有傢俬的情況 就不會像平時看示範單位 那麽放了一些傢俬在這裏 外面看到呢 就是實際的那個花園形狀啦 那另外前面呢 那間呢 就是車房的 前面就是車房 然後另外呢 還有一間小屋在花園裏面 都是包起來的 其實這個單位的特別之處就是 你見到的東西 其實它已經建好了 那麽其實所有東西呢 都是包在裏面 價錢已經包了 這個就是 樓梯底的儲物空間 跟著左手邊這扇門進去呢 就是廚房 連上飯廳的位置 就是廚房 看見了呢 其實它很光猛的 因爲它是獨立屋 所以採光是特別好的 每一面牆呢 都可以做獨立的窗啦 那麽所以那些陽光呢 非常之充足 早上不開燈 絕對沒有問題 那麽這個飯廳的位置 其實我覺得 放六人桌也可以的 那麽但是四人桌就會寬落一點 那麽現在走過去廚房那裏 Open Kitchen 那麽看到AEG的焗爐 那麽有兩個焗爐的 那麽前面有個小島 可以做Batfest Table 那麽這邊就是望出去 一個馬路的方向來的 那麽廚房呢 就有很多不同的廚櫃 那麽但是這個因爲是現樓來的 所以其實那些色的配搭呢 已經是選了它做了是這樣 我想交樓其實那時候都是會這樣 除非你特別要求 可能要加錢才再幫你做過 這裏就是多用途房了 後面呢 有條路呢 有個後門呢 通去後花園那裏的 那裏的 地下那層就差不多了 我們現在走上二樓到參觀 那麽跟大家看完 Fall plan 不知道大家見到二樓的Fall plan 有沒有覺得有些特別呢 我們之前看到呢 其實這間是個三房的獨立屋 那麽為什麽有四間房呢 那麽這個問題我們都問過發展商的 因爲它第四間房呢 是一間Study room 或者是Office room 就 他們說Council就不當這間是一間 睡房來的 那麽可能 我想Size問題吧 我也不清楚 那個原因 那麽總之呢 其實任你用的一間房的用途 那麽他們售樓的說明上面呢 就寫這間是三房的單位來的 那麽我們現在走樓梯上去看看 那麽我們現在走樓梯上去看看 那麽其實 那麽本人呢 就覺得直樓梯是好走一點的 那麽但是旋轉樓梯就會省位少少了 那麽我們看回第一間房先 那麽大家現在看到 那麽大家現在看到 那麽其實 那麽會清了很多了 那麽我覺得 那麽現樓的話 那麽看到 那麽看到他的方向 那麽看到 那麽看到 那整個 那整個 實際的面積有多大 那麽連櫃都沒有的 那麽其實真的會看得 好清楚的 那麽 那麽Size都不小 那麽我們看到 那麽現在呢 就走去第二間房了 大家看看,都是兩邊窗 空間都很充足 但這裡有點特別,這間房間有道門 我最初想,難道這裡有個廁所嗎? 原來打開門看,其實是一個儲物空間 我想你可以當作衣櫃,但它的位置又不是很大 也可以擺放雜物,但設計比較特別 另外我們出來看到這個門,其實我不明白為何開在這個方向 其實如果是封了這個門,然後利用剛才和空間夾在房間裡 就可以做一個大的入場衣櫃 現在看到這個就是Family Bath門 其實你看到的東西已經弄好了,所以都會包起來 瓷磚在花灑那邊已經做到上頂 所以都是好的,始終都有機會弄濕 加上花灑就非常好了 另外這塊玻璃都要注意一下,因為它是活動的 我們覺得有個危險就是如果不小心,大力地打開了 有機會撞到洗手盆 如果它不幸運,爆了就很麻煩了 這個位置都要留意一下 另外這個名次,很光亮,有毛巾架 這些都基本包起來了 空間其實都非常充足 以Family Bath門來說 參觀完浴室呢,我們就走出去 看回剛才我們提過的很特別的那間study room 這間就是了 其實看來的size不算太小 其實要放一張單人廠絕對放得到 甚至雙人廠比較大都可以放得下 所以視乎大家的用途 其實有一間書房也是不錯的 未必每個人都需要用完四間房放床的 我們擺雜物都不錯的 總之就自己規劃了 那現在走去這間主人房了 主人房是方方正正的 面積也不小的 對,我們走出去看回窗口 前面就是車房了 對,花園 都蠻舒服的,看出去 另外這個就是兔廁的位置 有個棋缸 對,小小的,剛剛好的size 如果做完鏡櫃會比較好 它只有磁盤就沒有鏡櫃 我們要自己按回 外面其實都陸陸陸陸陸建的 未建好,一邊建一邊買 這間就是最後一間房了 那二樓呢,參觀到這裡就差不多了 之後我們還會和大家看看它的車房 也有一點驚喜 現在我都想大家看看 我們走這條旋轉樓梯的感覺 對,看看大家喜歡旋轉樓梯的 省位一點,還是直樓梯呢 會覺得舒服一點 這個鏡頭呢,故意補給大家看 這個鏡頭在二樓,第二間房的窗 拍攝出去一條馬路的情況 特意拍攝十幾秒 讓大家看看 是否接受到 對著這條馬路的感覺 所以我們經常都會覺得 要去現樓看清楚 環境 才是最重要 看看大家適不適合的 現在看到呢 就是這間房子的車房了 它就不能在後花園直通過去的 前面這間呢 就是我們在看那間房子了 去花園那裡還有一間小屋 要在門口走過來這個位置 才去到車房 它也有一個驚喜的位置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留意到 就是它連同一個電動車的插槽 已經安在這裡了 非常方便 如果有電車的車主 一定會很喜歡這個設計 大家現在看到這個呢 就是在車房裡面的情況了 其實我看到這個車房呢 都相當驚喜 因為呢 我們平時看的那些房子 那些車房是沒有那麼大的 這個車房呢 絕對拍到車進來 甚至是一間SUV 拍到進來都可以開門 小一點的話呢 我覺得可能兩架 Mini Cooper都可以拍到進來的 不知道大家看到嗎 前面紅色的車 如果要駛進來 其實是絕對沒有問題 很輕鬆的 終於來到最後的開股時間了 這一張就是我當日拿到的價單 他當時就買這些樓 然後我們看的呢 就是那間Port 3那間 那間 包兩個車位 還有Garage 那他就說自己是三房 但其實有四間房的 那就賣了五十三萬五千 另外他現在官網上面呢 都還有幾個不同價錢 不同類型的單位 大家可以上去自己看看 希望大家做任何決定之前 自己都做足功課 那我拍片呢 純粹和大家分享我看樓的資料而已 就不是任何投資建議 今天的分享到這裡就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看到最後 好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